大家好,我是Johnny 今天是我在泰國第 115 日 有一點特別,因為這個商場不允許拍攝 所以我現在輕便一點,拿出來講解一下 我現在是做些甚麼 賣巧克力給情人節巧克力 我們進去看看環境 菜單我看過,甜品不錯 但食物我不太喜歡吃 可能有機會拍一拍給大家看 看看我們硬一點的主題是甚麼 事不宜遲進入我們的片頭畫節 裏面的環境超舒服 約會一流 可惜泰式的食物不太適合我吃 有一點貴,吃氣氛 甜品方面,感覺上不錯 但我們今天主要的目的是 買這份禮物 這間店的效率會不會太快 我打算坐在那個位置等 你看到嗎 我打算坐在那個位置等 順便說幾句 我過去賣完單 都不夠30秒就幫我完成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都買這款 不知道我拍不拍多畫面給大家看 對,剛才我去買這份的時候 看到桌上的Radio差不多五、六份 都是有賣出去的 所以應該都頗受歡迎 我希望我送到給別人的時候 送到給別人一起吃的時候 都是有個不錯的效果 有點遺憾 這個商場都頗多保安 那我就不想到時候別人又趕我走 還有要我剷片 他寫明說不准拍攝 那我們這段影片還未完 下一站下一個目的地 我們再見 OK,回來我們第二部的節目 今天我就去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我都未去過 為何會來呢 因為他有一些燈色的展示 所以就為了令到大家可以 更加體會到情形節 來臨的氣氛 以及等待這段期間來到泰國的你 可以多一個好處 所以我們來這裡 那為何我撐了這個畫面這麼久呢 其實我都沒有想過去這個位 你覺不覺得有些少像香港 或者像日本 所以我就停了這個位 剛剛我一走過的時候 我心想 畫面這麼特別 所以就拿這個 來做我們影片的第二部份的開始為止 商場呢 就是這個商場 至於它怎麼來呢 我一樣會在上面雕翻的指示 讓大家知道 甚麼站下車和甚麼站的出口 就會到這個位置 我其實是看過它的Facebook專頁 就知道它是會有一個展覽 燈色展覽 再加上它有一個日本制 日本節 但是呢 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看到 亦都不會收錄這段影片 都未知之數 因為今天我是想回到情形節的主題 所以 其實進來這裡 我們去探索一下 我剛剛來到一個超大的Donkey Donkey 大到呢 它如果拍它就變成了我們的主題 Donkey Donkey 所以 我先記一記錄 如果未來真的會拍Donkey Donkey 我們就回來 現在我們去二樓 因為剛剛問過保安 好像保安說是診爽 就會有看到的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 現在呢 一直探索非常不清晰 好像來到 原來是地下的位置 感覺上這裏 剛剛我問過別人 有人說兩樓二樓 有人說一樓 有人說不知道 最後呢 我看下看下摸摸摸摸摸摸 像是下面這個的位置 是不是呢 都不奇怪 因為看點顏色上 都像是這裏 那 讓我們一起規探究竟 哦 那跟我想像中有些少出入 但是這裏呢 放了很多的日本的小攤檔 那原路呢 其實這裏都極靚的 那只不過可惜它在 路邊位置 那就搞到呢 呃 即是跟我想法 噢 我的天 看不到對面 可能你們看不到 如果看到這個鏡頭 感覺應該猜到是什麼 那我們繼續走 那這條路呢 正正就是我剛剛說的那段 的 像是香港,像日本的街道 沒有 走走走走 它這裏又跨著了 說真的我也是第一次來這裏 我和你們都 對現在我眼前看到的所有東西 好出奇 好驚訝 那但是呢 OH MY GOD 你看到嗎 那個 我們 不要 不要被眼前的幻象迷幻到 我們繼續走著 那現在呢 很棘手 因為呢 和我的目的地有些少出入 我目的地是想著和大家去看看那個燈飾 那呢 齒看燈飾看不成 那變了又是一集街拍 不同 OK所以 唉 那棘手了 我們的拍攝中指 人家呢 立刻入我們過來問我們哪裏 那 我碰著呢 我的超級解危機的能力 那 和他聊天聊天 那他就明白 哦原來我是 無心之失 那當然我也是 無心之失 那剛剛呢 主要是做什麼呢 主要是那個 P 他就跟我說 叫我剷了一些照片 哦 sorry sorry 叫我剷了一些照片 還有呢 Lady 就不喜歡這樣被人拍 那所以 唉 有少少 出入 因為呢 原本呢 我是打算來拍這個位置的 這個位置 你見不見到嗎 因為呢 我看別人的簡介 好似是說 類似有這些燈飾 那 那 好死了 死不死就是呢 我想將它放在我們的 情人節專輯裏面 那這次真是不方不情人節 就是 嗯 還有呢 我明白了 為什麼 這麼敏感 這麼敏感的原因是有解的 那應該怎樣 我們進去當機當機 還是 我們是 去拍日本的食物 因為它有一個日本的 類似博覽會 日本展 那就 一點點失望 我猜不到 剛剛我看到那個 日本的食物街道 原來都是在那條街裏面 所以 變相我們 其實進去 被人重點 錄了鐘 有些保鑣 保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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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最後 我都沒有再去拍了 剛剛那位 算是在我們頻道的珍貴畫面 我自己都第一次見 現在做什麼呢 我們馬上補回鑊 去 蓮蓬夜市 蓮蓬夜市 應該補得錯 想不到蓮蓬夜市 就是我們今天 情人節 第三拍的內容 蓮蓬夜市 再見 到了嗎 這個就是蓮蓬夜市 有 少許的 失望 不是我看到這裏 玩東西的失望 因為我經過這條街附近的時候 看到的東西 有少許的失望 和我意其中的一些 原本我可能打算拍兩至三部片 有機會 內容豐富度 Hello 內容豐富度 可以將它分成三條片 但是很可惜的是 一條街就剛剛被人停止了 而另外 我們想拍日本食物的位置 都是同一條街 我剛剛經過的時候 亦都見到很多都是類似的畫面 如果想放縱一下自己 我的男性觀眾的話 大家看到鏡頭其實都會來的 如果不太喜歡 或者抗拒這個畫面的觀眾 就不要介意 其實這個也是泰國的特色 個人選擇 才會像Johnny 我都不太喜歡 但是 每個地方都有去的好同懷 所以 希望觀眾就 體諒這一個地方 我們繼續走 感覺上這個夜市不是很大 因為它騰騰呱呱呱呱 旁邊有很多 飲酒 和剛剛 比較特色 女性的店 可能有機會 這樣的原因 帶旺了這個連同的事 我來說 我就不太想拍到這些 所以 這裡又是一堆 一堆 我們繞過去 因為都幾麻煩的 他們怕鏡頭 對吧 但一會又看到 有人 強迫我們產片 變成我白費做事 你明白嗎 如果他強迫我產片 變成我今天 我的行程白費 我的時間 相對來說 是浪費了 所以我不希望 這件事的發生 我現在把鏡頭指著我 對著我自己說話 希望減少這個問題出現 因為這條街只有我 那個是在拍片 其實 別人的行規 真的 我不站在鏡片 都走不到 有機會 那 唯有這樣 去跟大家說 而我的形容 就是左邊和右邊 都保持著 都有剛剛的店 我看看可不可以走到一個位置 是好一點 安全一點 去和大家 聊天 不過這條街的 那種的氣氛 沒有剛才那麼強 稍微弱了一點 但是 同樣性質 變相到 我講過 泰國好和不好 我都分享 對吧 所以 觀眾的理 開眼界 其實都有很多 遊人 旅遊的 顧客 過來這裏吃東西 所以 不是單純過來 玩的 男性 一樣有很多 遊客 觀望這裏 特別的奇景 怎麼說呢 好像 融為了一體 變成同一樣東西 有一個分別是什麼呢 只不過是我們拿著鏡頭 整件事 不太好 整件事 如果正常來玩 看看 吃吃吃東西 其實很好 很好的 很好氣氛 不會說有我這種 這麼尷尬 隨時怕被人 停止我們 叫我們產片的情況 看到這裏還沒走的 怎麼做呢 是不是很應該支持我 給我一個讚 好嗎 給我一個留言 我和我互動一下 或者你告訴我 Johnny你這麼差勁 這裏街我早知道 對不對 這些我就不知道 真的 當然 我們多些互動 我們走到街外面 那就是這樣的 我沒有預計過這裏片 這樣就完 我老海忠 其實今天 打算配一些比較浪漫的音樂 在我們這裏片裏 可能應該都配不成了 OK 總結 如果有什麼加 就在後機裏 或者就完了 我Johnny如果喜歡這裏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 還有打電話 之後給個留言 也可以的 有一定的下部影片再見 每次都是這樣 我都想不到有後機 剛剛進入那條行 我都分不清它是正經的地方 觀眾你們有沒有興趣 或者剛才那裏你有沒有來過 你可以跟我說一聲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話 寶寶通通的話 可能有機會去體驗一下 但是剛才那個氣氛呢 那個氣氛呢 不是那麼好 左邊有一排椅子 我不知道拍不拍都給大家看 一排全部都是男人 老的大年紀的男人 看著對面 然後對面有一排坐著 全部都是又是看著對面 中間有一條不是很窄的行 我感覺上那條行 就是會有人來表演 加上那裏全部清一色男人 我有少少懷疑 不知道是不是去了一些 雞雞的地方 觀眾你們有沒有冒犯 只不過是我形容 剛剛那條行就有這樣的情況 OK 我們再見